最受大小朋友喜爱的万圣节即将在月底登场 民进党新竹市立法委员女参选人林志杰也在近日宣布 将推出亲子活动魔法姐姐ready go 从10月29号起每个周末 将在新竹市各大公园办理10场亲子活动 来传达自己的教育证件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赖清德跟林志杰的竞选总部 即将从10月29日开始推出一系列的魔法姐姐ready go 也就是利用呢亲子活动的场合 去搜集跟沟通交流更多关于教育的政策跟意见 那么我们第一场会选择在我工作了18年的交通大学 杨明交通大学附近的关心公园 也是平常我日常生活的区域 来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互动 那我们报名的话有三个方法 刚刚我们在这个记者会中有宣布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扫这个QR Code 第二个呢也可以到我的脸书的粉丝专页 第三个呢也可以用我们的LINE AT来报名 那因为名额有限 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报名哦 活动中林志杰也说明她的教育政策蓝图 从学龄前学龄中再到高等教育 及弱势对象都已有初步规划 其实台湾的教育部分我们可以分成零到六岁学龄前 那么再来是国中 然后那个国小跟高中 那么第三个部分则是高等教育 那么应该针对不同的学龄的 这个就学的需求来做区隔 那么此外新竹也有它的特殊性 因为新竹是一个没有少子化问题 反而是出生率很高 那么未来我们在这个就近入学 还有增班增校 还有学区的划分上都应该做更进一步的检讨 那么我们当然也要赔利弱势 推广双语或者是多语的教育 那么在托语上我们可以把选择权多给家长 让家长具备更高的主体性 至于在大学的部分 因为我们整个新竹有非常好的高等教育 我们有这个阳明交通大学 有清大还有很多好的大专院校 所以未来应该要抑注高教的研发 同时也要保护我们研发的竞争力 那当然就这个赖副总统所提出的 很多补助弱势称弱势的政策 我们也都是会一律把它放在 我们的政策的这个清单中 选举倒数不到三个月 各阵营候选人逐步端出证件牛肉 绿营率先从教育角度出发 希望透过严密规划与理念 积极争取民众的认同及支持 记者简书期新竹采访报道